今期教的是 上步運手撞鎚 要馬盤橋 指五馬鋼掌 劉耶霞 手形 突出 突出後上步 第一步上指五馬 第二步做拐步 第三步做指五馬 這個動作 加上手形 上步 運手 拐步 撞鎚 整個動作叫做 運手撞鎚 我們跟著下去 運手撞鎚之後 下步 吊馬盤橋 撞鎚 這個時候縱伸在前面 然後呢 將縱伸向後 撞鎚 吊馬 同時右手 做一個盤橋 向下 盤出來 左手 拿拳 收耳 腰 下一個動作 下一個動作 進馬盤橋 鋼掌 鋼掌 下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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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撞鎚的時候 我剛才練了幾次不同的化解方法 但現在有新的化解方法 可以練到的 這下 特別的對處 人家的力量很大 比我還要大 這種情況 我就不能夠用手去做一些不夠力 可能我不夠力 我現在要搖一個腰 剛才那個動作 直升 在一個位置的時候 我會拿到上面 我用腰去接它 腰一個前 運到上面 接它 然後呢 再撞鎚 打 先撞鎚 之前我們說過一個鋼掌 鋼頭的鋼掌 而這個就是右手 左手撞鎚 對方的手 攻擊我那一下 一個拳頭 打我那一下 然後呢 這個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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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鋼頭的手 盆上上面 同一時間 做一個動作來的 你看 快一點點來的 動作 這個動作 當 我在這個 朝園手 一打完 有一個 左手 拿完之後呢 這個手 一個撞鎚 對方 如果這一刻 擋得到我 他可以 捆到我 擋得到我的時候 這一刻 因為對我的力 已經是盡 所以 我必須要 怎樣做呢 探個步 拋出這個手 探個步 再來一次 探步 捆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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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降著 好 我們呢 希望大家 去回去 行家練習 將我們的動作 熟習他 用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注意重心移動 右手要撐出去 有足夠的高度 左手握拳 不要高於下爬 今期教的是 拐馬 疊掌 指五馬 鋼掌 指五馬 雙推掌 先把鋼掌 我們看看我們的步法 首先 我們在指五馬鋼掌 那一刻 開始做的時候 馬上轉動 一個 前屍馬,右前屍馬 留意前屍馬,前面的盡量打扮 後面的腳,腳肘搖起 站直腰 然後上一個尖馬 我們的手是怎樣做呢? 是鋼杖 鋼杖之後呢 是一個跌掌 鋼杖 兩隻手搭起這個位置,轉手的時候 在這裡,收而腰 左手,手指向上 右手,手指向下 OK,再來一個 鋼杖 轉手,收而腰 同時,拐馬交為一個步伐 一拐馬的同時,轉手 收而腰 好,接著 上一個步子馬 左手盆橋向上 右手鋼杖 鋼杖之外呢 做一個左前屍馬 然後呢,右手轉個別掌 左前屍馬的別掌 我再進一步 一拐馬 同時,推出去 雙腰杖 當地方抓住我的手的時候 那這隻手呢 很大力,我會走不掉 但是,如果我的跌掌會撞的話呢 我就會把手放在這裏 一個跌掌 反轉這個位置 打開這個 這個位置 OK 好了,盡力 抓到我的手 這個位置 擋到這個位置 拿完之後 反轉 左右手一樣 剛才我們的手 這個手呢 用左跌掌的時候 一樣的意思 左手 左手 這個位置 是個歪 跌掌 拐馬鐵掌 上步 鋼杖 上步 鋼杖 就算人家是兩隻手捉的 因為你有這個 冠龜的原理做得好 的話呢 一樣能夠脫掉手 讓它捉我 對了 這下呢 相當有力 但是呢 我們要 靠這個力 分著 上分這裏 好了 那你就能夠化解人家 捉到你的位置 好 好 今天和大家練習了 我們小失智拳的 四個動作 那大家回去呢 希望大家能夠 勤加練習 將它 熟習它 用在我們三個動作 好 從這裏開始 伸出腳 好了 插個腰 我一轉 腳 排腳 這個時候呢 重生在左腳 好了 然後呢 右腳已經開始 超過了你的左腳的位置 在這一刻的時候 我的左腳 起跳 用力 跳 然後呢 然後呢 將重生 轉移到 右腳 好了 然後 搭回一個射步 這個位置 拖回來 然後 進回一個馬 是的 好 留意了 我們的跳步的時候 身體呢 盡量去保持正直 因為你才能夠保持平衡 在這裡 好 我們一拿的時候呢 要主動要過 這個意識在這裡 主動要過來 右腳要主動過來 一大動的時候呢 就跳過去 下來 下 要馬 進馬 這個呢 我們小跳步 好了 我們加上手的動作 剛才那個 推掌的時候 拿拳 這個叫折腸動作 折腸動作 這個過程呢 在一個 這樣 向前面 攪 手 折腸動作 這個動作呢 我們在 推掌的過程中 一來的時候 一跳的時候呢 一拿 首先一個折 擺個折的時候呢 你的 同事 就這樣 來到這個位置 好 第二個一節的 按摩 跳過來 拉 後面 繼續 拖過來 好 接著呢 第二個動作就是 進射平馬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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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拳 好 搞一次 兩次 兩次 跳 下來 繼續拖過來 進馬 折腸 好 例如剛才的動作 看對方呢 如果突然要踢 踩我的時候 走 跳過來 對方呢 如果再繼續 跟過來的時候 剛剛好 我走回來 好 第三個動作呢 讓我進回去 打它 或者打它 在這個位置 OK 這個動作 再一次慢的動作 給大家看 一跳 走 按 這個位置 好了 快一點點的動作 走 今天我們練了小失智拳的兩個動作 今天我們練了小失智拳的兩個動作 希望大家回去勤加練習 因為我們今天的動作呢 有少少的跳躍動作在這裡 大家初初練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慢一點 不要那麼快 也都希望大家練多一點的時候 將這個動作呢 融入在三胚裡面 注意雙的重心移動 身體保持平直 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 馬素鎚 進馬插鎚 我們先留意四瓶馬 先留意四瓶馬 先留意四瓶馬 整個過程呢 馬步都是四瓶馬 但是我們有進馬的動作 進馬的動作呢 我們先練習一下 插個腰的時候呢 向那邊進 踏 踏 一步 拖 一步 踏 一步 拖 一步 我們配合手的動作 手的動作呢 踏出來 有一個進馬 同時呢 右手呢 便拳 右手呢 右手呢 往下 掛下去 就是原地呢 一個收 左手呢 收於腰 直接拖到腰 右手呢 是一個 扫 好 跟著 第三個動作呢 便需要進馬 進一個步 跟剛才一樣 進一個步 然後呢 同時呢 右手 收於腰 左手 便拆鎚 這個拆鎚呢 跟剛才掛鎚的鎚是有分別的 掛鎚的時候呢 掛鎚的時候呢 跟授鎚的時候呢 拿拳頭呢 都是拿殺這個 一種的拳 殺拳 這個位置 好 跟著呢 拆鎚的時候呢 就變成這一種了 我們呢 看一看我們的動作 手指 武指 頂住這個 手指的位置 這個位置 當你覺得 對方有這個 有意識 是想跟你 要打你 要知道是什麼 首先呢 我們在那一刻呢 可以採取一個主動的方式 當一來的時候呢 我進馬一個掛場 這個掛場打了 我的意識是打去 那個位置 高度 掛到他的頭 他才能 力頂呢 就會頂我 這刻的時候呢 如果對方頂得到我 擋得到我 好 第二個動作呢 好 第二個動作呢 我就在這個位置 一拖 一拖 一拖著腰 把我拖下來 同一時間 殺拳 同一時間殺拳 這個位置 這個手呢 拿下來 殺拳 一拖完之後呢 如果對方的 還要死拖出去 想走 對了 我現在的時候呢 就進馬 現在做不到 進馬 左手呢 變拖著 左手在這裡 變成一個拖著 立刻變拖著 拖這個位置 下手 和大家練習小失智拳的三個動作 掛褲 掃褲 擦褲 擦褲 希望大家回去勤加練習 把這幾個動作在三末當中可以混合到它 最後一個拆鎚開始 然後轉指馬 滑 滴 一 看看我們的馬步是怎樣轉 四片馬的時候拆鎚 然後轉一個尖馬 留意大家一條線 接著 起腳 這個叫喬因腳 接著再退一個尖馬 留意一下我們的手 我們的手 手的動作會合起來 拆鎚 轉指馬的時候 右手變成虎爪 直撲出去 向左邊撲出去 而左手變成掌 就是木爪 我們的虎爪爪圓 是臉的位置 指臉的高度 然後第二個動作 迫她的遼因腳 遼因腳的同時 左手向右手分開 撐出去 撐出去 好 左手掌刀的位置 撐出去的時候 手指向右手邊 這個也是 好 接著 這個位置的高度 和自己的頸的位置 頸的位置 高度 同時出腳 好 接著下來 看 退回去 一退回去的時候 退回一個尖馬 剛才的尖馬 同時 左手是糊頭 右手又下面 是個弧形 慢慢打上去鋼長 好 接 當對方 一個手 打到我 比較好 沒錯 打到我的時候 我擋它 自動擋不一下動作的時候 第二個動作 挖的時候 我馬上可以 斷完之後 再打挖 在這個中小 挖 這個位置 同一時間挖 挖 好 當我帶一個動作 做完這個動作的時候 帶二個動作 對方 有機會 一刻會折我 會折到我的手 對 沒錯 這一刻的時候 一折我 折我的手 這一刻的時候 我就 摸出去 同一時間 一探出去 探出去 同一時間這個腳 對方的身體會向前傾 因為我攻擊他下面 他會向前傾 這一刻 我的手眼拉了出來 好 同時 然後還是把腳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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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在這裡 希望大家回去勤加練習 將我們的動作運用在生活當中